每天有这么多新闻 你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 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 非碟午餐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中午12点到1点 有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今天当然最多的新闻 还是在宪兵的案子 不过这个案子 很多人讲东讲西 宪兵当然行为是勾当 除分也是应该的 但是 利盈的人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次马航九要卸任之前 还可以抓到一件白色恐怖 怎么可以放手呢 所以一定要去把他包栓包海 陈主一个烧将 陈级太低 契机保帅 对不对 一定这样嘛 那帅是谁 马航九嘛 马航九下令吗 可能吗 各位朋友 我有时候讲 时代在变 很多情况 他其实是不一样 金方最应该知道这一点 前中华民国所有的名嘴 会替金方讲话 只有一个人 就叫董之生 不是吗 会替警察讲话 也只有我一个人 就是董之生 他们已经是社会上最最底层 最最弱势的 可是有些宪兵 因为他当兵当了二三十年 三十年 他不知道 他觉得我过去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人当然要被车换 我们小时候住在金门的时候 到我读国中的时候都还有 一群宪兵晚上到你家 叫大家通通起床站好 开始在家里搜索 搜索看 要搜索什么呢 不是要抓伟碟 他知道你家不是伟碟 听我们的口音就知道不是伟碟 只要有人去密报说 你家好像有精品 什么叫精品 比如说有金方的毯子 有金方的口粮 我们知道金方 那时候就 如果在野外求生 他就有一包饼干 现在集水仙也在做 就是那种饼干 里面有一包 硬的不得了的牛肉干 一包 酸得要死的鸡脂粉 还有两块姜糖 然后 然后再 十块饼干 再一整包 这个叫金 叫口粮 金用口粮 他查看你有沒有违禁的精品 那如果 你 有人骑机车经购 他可以 宪兵可以把你拿下来 打开你的机车 机车汽油盖 看你用的油 是不是金油 金油是红色的 各位 金油是红色的 所以你只要是红色的 你就倒卖精品 谁卖给你 通通抓起来关 而且罪非常重 当然他们过去这种权力 无限扣张 可是他们不晓 现在金方 其实是我们社会上 很大的弱势团体 但是他常被 所有力赢的人 或者媒体 把他打为 他是一个非常嚣张 傲慢 不讲理 一个这样的单位 把国金打到趴 那当然从红中秋时代 一直传下来 我看到柯文哲讲 哎呀 你把国金打到趴 就对国家不好 把金队打趴 绝对对国家不好 柯文哲讲的 是没有错 他说有错就改嘛 我天哪 不可自信啊 我不是要赞美柯文哲 我要告诉各位 你现在可以了解 柯文哲的个性吧 你们讲什么 我就 红中秋暗 柯文哲 那时候还是台大的医生 因为他是急诊室嘛 记者就问他 他说红中秋被灌了 八公升的水 他没有看过红中秋的遗体 没有看过诊断报告 没有看过死亡证明书 为什么 因为他家嘛 什么人把国金打到趴 除了 喜欢收谎的红家 红家在红中秋暗 在三个收谎 我小董公开指控 除了红家之外 就是柯文哲 他们是无限加码 红家最可笑的 收谎 就是怎么 把另外一个兵 被体罚 怎么体罚 半吨 两只腿 放两本书 两只手各拿两个 装满水的钢杯 半吨 水不要给我煎出来 书不要给我掉到地上 有个兵被这样体罚 红家看了两次录影带 知道被体罚 哪个人不是红中秋 因为红中秋很胖 可是他们对外去表演 哎呀红中秋就这样被体罚 收谎成性 最后他们崛起了最大的政治资源 就是红石庸当选立委 当然啦 因为红中秋案 让很多人 对国防部 对马航九 领导很不凡 这个案子跟太阳花 加起来 就是国民党 捣鼓 崩 窥题的 最主要两个事件 因为整个社会的 愤怒 积压到这种地步 红中秋 当然是个很不幸 的事件 因为他毕竟是一条人命 红中秋 让很多人 站上了总统府前 控诉 然后把社会上非常多人 当兵时候不愉快的经验 都把它掀泄出来 我们刚当兵 很多人是会有些不愉快的 那 你不愉快 就一直烙印在心里 其实当兵也有很多愉快的 像我当兵结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因为 我们军中的 弟兄 不管是新兵信念中心 或者下道部队 这些人 都是我过去 不太可能会去认识到的 所以 我觉得当兵对我 获益很多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 军中的朋友 还持续 会有一些联系 但是 洪东丘案 击垮了 那时候整个马英九 整个前卫的政府 这是 不可 不可否认的 可是这样的案子 各位朋友 大家想一想看 如果 今天宪兵这件事情 利盈 还要用尽收尾方式 在马英九卸任之前 他当然要把它包山包海 储文一个少将是不够的 然后一定要往上 宪兵最大就是一个中将司令 司令不够 那要谁 宪兵的上司谁 那是不是要到参谋总长 国防部长 他们知道吗 反正谁你白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 所以很多人都会站出来 因为 因为他们再不站出来 马上就要卸任了 将来蔡英文当选 他们就很难去指控 我有时候讲这东西 有时候非常感慨 我们台湾社会不进步 没什么关系 最近非常多朋友碰到我 哎呀 蔡英文当选了 利盈要扣伴者 我说没 大家不用 你就走着瞧啦 听小董的话 给他们做做看 他们会做得好吗 当然不会 但是你要让他做才知道做不好 这就是一个教训啊 台湾人什么都有 很有钱啊 台湾其实很有钱 每个人 你只要去访问 媒体去访问 大家都装穷 哎呀 那只勾不下去啊 怎么样 其实有钱的钥匙 因为都言不由衷 媒体也知道你言不由衷 也知道那叫做民粹 他们很喜欢去玩 啊台湾媒体因为 百分之九十几都挺利啊 利的钥匙啊 前阵子碰到一个朋友 他说乔董 我前几天 去看范正宗 范正宗坐在牢里 大家知道范正宗是谁吧 范正宗是以前新竹县的 县长当了八年 后来扁政府时代 当农委会的主委 也当过 台回的董事长 那 他是一个客家人 他跟我也不错 民进党籍的 他他去看范正宗 我说他还好吗 他说不改大炮个性 在里面骂东骂西 我说 那 如果有机会经过新竹 我会去看看他 但是 我说 要叫他保重身体 因为他七十几岁了 范正宗 那时候去坐牢 自由时报怎么写 前新竹现场范正宗 社籍什么的 必须定业 必须 入役乎坚 就是要入坚 要去坐牢 这是他开始就写 中和有个区长 以前是中和市长 叫李方烟 各位可以上网 换正宗 正是 提手旁的正 祖宗的宗 我都叫他换大炮 那中和这个市长 在李方烟 双口里 荒草的荒 香烟的烟 李方烟因为过去823 在金门服兵役 所以打过823炮弹 他是全国823的总会长 李方烟也被判坐牢 判八年 而且已经入坚 可是自由事报的写法就是 前国民党中和市长李方烟 怎么样怎么样 他一定要这样写 啊 市长跟县长谁比较大 市长是台北县29个乡 里面的中和市的市长 当然不大 新竹县的县长 当然很大 下面管非常多的乡镇师嘛 包括竹北市都归他管嘛 对不对 那我是自由事报 我是很利嘛 我就要这样谁 所以各位以后要讲 自由事报的老板林荣山 已经要提 前国民党立委 林荣山 四个月前过市 我们要跟他挂党旗啊 挂国民党党旗啊 对不对 前国民党 监察院副院长林荣山 办了自由事报 我们应该用这样来写嘛 我讲的东西公公道道啊 各位朋友 林荣山说 我吼 他参加的时候 我每天出门 都会看到国旗 我看到国旗一定敬礼 各位朋友 自由事报老板这样讲 自由事报老板说 他每天看到国旗会敬礼 各位 你知道这份报纸 为什么我每次都 看到他把它放在地下踩一踩 但是 你看很多 新闻 你觉得我要怎么解后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 大家一起来听 董事生 我的非得舞餐 或者你没有办法在中午这个时间听 没关系 你上非得的APP 或上董事生的粉丝团 很多朋友会有非常多的意见 或者 有非常多的看法 但是我小总提出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其实也很简单啊 我其实是用常人的方式在解释新闻 但是因为台湾新闻被那些立营所垄断 所以他们的解释方式就会非常偏颇 几个简单例子嘛 陈子贤大家有没有听过 没有 因为可能 大家不太熟悉 陈子贤是一个本土纪的艺人 病倒了 为什么会病倒 我其实在 前阵子我就批评过 我并不是讨厌 民事或杉力啊 和这个也没有关系 但是 孟廷丽的死 那时候我在节目上就批评过 批评过我们NCC的逗漏 NCC是管电视台跟电台 就是他可以管我 NCC是行政院所有 部位我最瞧不起的一个部位 里面养了非常多的垃圾 NCC你应该去管 管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已经害死了孟廷丽 害死人 没有人指责他 除了我 我非常瞧不起 害死人 一副没有关系的样子 为什么 民事跟三立 跟他 牵略那些 传播公司 他们两家电视台 为了拼本土纪的天王 本来一个钟头变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我就变两个钟头 十分 他就变二十分 那你二十分我就要三十分 为什么 因为往后拖 这本土纪他可以 增加他的收视力 本来八点到十点 十点以后收视就不好了 可是我为了让十点到十一点 这边的收视好 我就 一直把它延长 现在已经延多久了 现在 的本土纪 是两个小时 四十分钟 各位朋友 那你报过来我NCC的表就不是这样嘛 我可以不可以财华你 可以 NCC连欠他都没有欠 为什么不能财华 你下次要换照 我不能来讲你啊 我不能打电话叫你们总经理来说明啊 可以 当然都可以 NCC只有对谁有兴趣 只有对 被外界认为比较中立 或比较难赢的 谈话性节目有兴趣 他们每天都在修理这些台啊 国民党在执政 他们就天天修理这台 将来民进党执政你就知道 小总的处境会有多惨啊 对不对 哪个台让我去讲话 去主持节目 那个台一定天天被他们关心 我很清楚啊 可是各位朋友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啊 台湾 台湾只有一种声音就挺蔡英文 台湾只有一种颜色就挺立 各位 大家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说哎呦 为什么会这样 是当然国民党 很混啊 找了 好几个垃圾来当NCC的委员 专门来对付自己人 那碰到丽营那些人 像龟儿子一样 不敢讲话 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你知道吗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大学教授 有些人当大学教授拼命抄袭 被抓到了 没关系 因为我叫陈建仁啊 我别蔡英文当下 我有关系吗 你如果是蓝营了 国防部长杨念祖 你给我滚蛋 干了六天 蓝营的啊 你是蓝营的啊 你赢的都没关系 输家前 立法院长有没有抄袭 有 怎么会没有 你打输家前 论文抄袭 你去看上去 他连他表格都抄人家的 各位朋友 你在打刘文雄 亲民党的副秘书长 因为亲民党现在已经归为例了 他有没有关系 没有 各位傻 论文抄袭 刘文雄 文章的文 英雄的雄 每天在电视上骂国民党 自己都了不起 大家上网 不要讲说小董讲了 好朋友们 你如果 看到这样的文章 老实讲 也不枉把它 贴到我的粉丝团 或者飞碟的APP也没关系 省得大家再去搜寻 虽然搜寻只要20秒 但是我跟各位讲 台湾的情况就是 蓝宁的处境 不管在司法上 在社会的氛围上 在媒体上 他其实是节节败退 有谁混战不屑 我混战不屑 我不怕 很多人说 你要跟人家挑战 我没有要挑战 谁来惹我 我当然会回首 我不会主动去跟人家挑衅 这不是我的个性 但是你如果每天在讲别人 讲了自己都什么了不起 都怎么样 我就会把你拿出来 因为 你那么了不起事 可是你都自己在做 对不对 柯文哲现在假惺惺 哎呀不要把狗精打趴了 怎么样 哎呀有些人就借机 兴风走浪 兴风走浪 就是你柯文哲 你最会兴风走浪 不是吗 你如果没有兴风走浪 你今天怎么有办法当选台北市长 今天台湾的这些 顶尖的政治人物 其实就是靠兴风作浪 靠布什以言 靠利盈的媒体大力吹捧 才会当选嘛 哪一个人是例外 现在赖清德还在造神 好好笑 但是各位朋友 其实 台湾要有不同的声音 我的声音 我绝对不是说 我故意跟他们不同 而不是 国民党执政我也会批 民党执政我也会批 我的不同是 因为我们 是讲一个公平的社会 民主 自由 法治 这是大家所珍惜的 可是重不重要 我认为很重要 民进党认为不重要 民进党认为获得挣钱才重要 民进党当选才叫做民主 忙酒当选不叫民主 每天闹 立法院习次 输人家那么多 天天占领主席来 不算 国民党当选通通不算 民进党当选才算 哎呀蔡英文你看 够办数 算了吧 马上就够办数不算 我为什么要讲民进党是一个畜生党 因为我讲这个 他们无话可博啊 可是他还会说啊对啊 你要跟他同台啊 我有个朋友跟一个亲民这样 非常亲力的学者 在同电视台 他就提出质疑啊 那个亲力学者 很不要脸啊 那个人在虎人大学念书啊 各位常 不在教书啊 各位常在网路上可以看到他 虎人大学有些 有些教授都不错 有些教授是专门在教畜生的畜生 我朋友 王宏威跟他一起同台就说 那你民进党也这样做啊 对不对 你们那时候不讲 他说民进党可以做 国民党本来就不能做啊 你听了你都讲 这果然是畜生啊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气馁 正义要怎么彰显 正义的彰显就要让民进党去做 你知不知道 你讲不够他的 你要让他去做 他做得到吗 当然做不到 我们大家都很心知肚明 中央大学昨天对所有的 企业做了一份调查 企业最怕的两件事 一个 一个就说 蔡英文如果当写以后 你们觉得台湾经济会不好 不会觉得好 那你们最怕什么 两件事 哎呀两岸的这样的话怎么办 两岸就影响经济啊 不用讲 一个是什么 电力 他将来电力不够 蔡英文当写到现在 讲最多的就是这两件 两岸 电力 人员 对不对 他越讲大家越怕 的确是啊 各位朋友 不要担心 不要怀悠上志 我们 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出来反击 但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看清 其实 你的对手 他们是能力比你更差的 世界上很多人啊 很多事啊 因为你有一个外在的因素 你会对目前的情况表示不满 美国共和党的川普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因为他每天骂 哎呀你看你看苹果 苹果那些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做 对不对 苹果桌边的东西 应该都会给美国人做 哎呀大家一讲 哎呀有道理啊 这样美国人就有工作了 对不对 苹果 我前苹果iPhone哇这应该应该把这东西都拿回来做 哎有道理啊 因为他很世界上很多代工在中国大陆 那他拿回来做 有道理啊 他的讲法跟台湾的台联跟民进党有何不同 美国人 很多人怕川普当选 美国现在也是很民粹啊 对不对 他讲 共和党也怕他当选 怕他代表共和党参选 是啊 那怎么办 全世界都这样 因为人有恐惧 你就会到处去乱头要 所以民进党非常聪明 民进党一直把中共 把它塑造成一个 让人恐惧 让人厌恶 让人恶心 的一个挣钱 中华民国现在的基林 哪一种人跟共产党有仇 不共戴天 一个是金门人 一个是外省人 其他人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请问所谓的台湾人 你们家有谁被共产党杀死 没有 不是吗 金门人 炮转被他打死不少 古灵头 大姐灵头38人 也被他打死不少 外省人 跑来台湾 很多亲戚留在大陆 被斗争 自杀死掉 枪毙都有 只有这两种人是跟中共 其实是有两子的 但是 他们反而没有像 民进党这些人 嘴巴那么痛恨共产党 民进党其实是不应该痛恨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民进党怎么可能执政 因为民进党 行述中共是一个最 把他腰王化最可恶的敌人 然后大家要反共 国民党跟他很好 所以国民党最可恶 他达到目的了 那没关系啊 那就给民进党去做 那他要怎么做 他什么都没办法做 各位很清楚 你只要看立法院 这个礼拜已经是第四个礼拜了 开议第四个礼拜的 立法院有提过什么案子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 要不要把国户 把它撤销 党产 对不对 要不要把郑南龙 死了那天 类为纪念日 那些东西都严不及 今天好高兴 碰到一个宪兵 哎呀 这个宪兵非法缩手 太好了 忙很久又搞白色恐怖了 我跟各位讲 这八年来 台湾只有一件白色恐怖 就是郭冠英的案子 只有这件是白色恐怖 台湾现在不太可能有其他白色恐怖 啊最喜欢搞白色恐怖就是民进党 因为民党贴人家标签 然后给你死 然后他再配合那媒体 就这样啊 那这些媒体 这媒体都是恶心的 对不对 逃漏税的林坤海 他主持了三立电视台 恶心不恶心 恶心啊 民事啊 恶不恶心 他的谈话性节目天天骂中共 骂什么 民事总经理 大家也知道 总经理的女儿嫁给大陆人 他天天骂中国大陆 真好笑 不是吗 各位都上网找得到 但是我讲这东西 我其实不太去管人家 儿女子女孙子啊 但是如果发生在蓝营 这些媒体 他们所换养的名嘴会怎么开骂 大家想嘛 你没有了 他都要把你讲成有 说你跟中国大陆怎么勾搭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 啊没有了 他都要把你讲成有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顺势的把你要网话 达到他们政治 和经济上的目的 各位朋友 台湾要冷静 你在宪兵这个案子 在蔡英文执政以后 大家都冷静来看 蔡英文如果 他做的是 跟国民党一模一样的 我全力支持他 国民党自己执政 自己的政策根本没办法 没有执行能力 如果蔡英文有这个执行能力 就给他执行 我们不要在乎谁当总统 不是吗 谁有办法执行国民党 马上就那时候的政策 我们就全力挺他 就这样啊 为什么一定要由国民党来完成他 国民党失败本来是应该的 国民党的立法院 每天扯马航九的后腿 扯了那些人也通通漏弦啊 有什么了不起 以为扯了 哎呀我敢打马航九 哎呀我好了不起 没有人会投票给你的啦 跟你网路上按赞的人 票都投给别人啊 按赞是叫你去死啊 你知道吗 不要假装在那边哎呀我敢表演自杀 我在20楼 我都欠人家不要来来这一套 人要遵习生命 结果你在那边表演的时候 民进党在下面跟你喊跳啊跳啊 跳啊赶快跳 你就真的跳哎呀鼓掌声死了 然后你跳下来 死翘翘以后人家掉头而走 国民党一堆这种笨蛋 不晓得 团结自己的力量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昨天在立法院最可笑的是怎么样 时代力量的立委啊 发现我哎呀宪兵去搜索 白色恐怖啊 马上要求国王部派人来 开记者会 然后他们把彭文正啊 彭文正就是过去在台大教书 我最瞧不起的 彭文正啊 因为他过去也在TVBS当过主播啊 笑死人 这种人还搞新闻啊 真好笑 跟他那个老婆李经益 我看这两个人我都觉得非常恶心 彭文正昨天 跟时代力量一起开记者会 逗逗逼的一直责骂金方 要求金方说明 然后时代力量那几个跳梁小丑立委 站在旁边像龟儿子一样 完全没有讲话的空间 前场有一半以上都是彭文正在质疑在骂 为什么 为了收视力啊 各位朋友 现在台湾怎么是这样 因为彭文正把这些骂的过程啊 自己派人前程录下来 晚上拿到自己的节目去播 各位朋友 这是立法院啊 名嘴可以这样啊 主持人可以这样啊 我看了非常生气 非常堕落 结果他金方被骂 因为旁边还有几个台联 有几个时代力量 那些不成气候的跳梁小丑立委 虎视眈眈 国防部的那些官员 既然口无说报告彭委员 彭委员 我看这种人我就看不起 真的看不起啊 当台大的专业老师 专任老师还要到外面去 外面到外面 到电视台去 监裁主持 被人家抓到了 礼拜一到礼拜五 还说哎我这个不是 这个不算 啊今天如果是国民党呢 国际金普庄也曾经 在台北市新闻处长下来 回政大 当专任胡教授 结果他在外面跟郑春琦组织节目被批 胡教授专专任胡教授 怎么可以在外面主持 所以就辞职啊 国民党不可以 利盈的人什么都可以啊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各位朋友你你真的 都来跟他看这几年啊 台湾的社会 利盈的人做什么都可以 司法都叛赢 一论 都不批他们 那也没关系 但是请你不要用这个标准 天天批别人嘛 我为什么要讲到民事 民事成刚性能不错啊 可是你你民事的节目 天天骂哎呀 中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哇把他讲得很不堪 我才说 我才忍不住讲 那你女儿干嘛嫁给大陆人 是啊 大陆人是你女婿耶 你的外孙是大陆人耶 大陆人生的儿子当然是大陆人 不用来这一套嘛 你把别人丑化 结果最后抹黑会抹到自己嘛 我讲 人跟人不管哪一个国家 你不能和平相处吗 大家不能用理性 而不要看他的国别 看他的辜色跟宗教来谈吗 我们社会本来就应该 走向这一步吧 我有时候看很多人讨论很多议题很可笑 对不对 麦当劳说哎呀那个同性恋 那种有什么好谈的 那别人家的事嘛 你只要祈祷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不是同性恋 我为什么讲说祈祷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朋友大家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同性恋 这个 你没办法禁止啦 那你就鼓励他 就说你就讲出来让你爸妈知道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基因的问题你知道 今天不是你跟他强迫他 怎么样怎么样 那很多人是有双性 我小董采访同性恋已经快30年了 我在台湾最 最早打进同性恋签子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的卫生署都要拜托我帮他找 有几个同性恋可能有艾滋病 请你帮我找出来 我都帮他找出好几个 没有人找得到的 我非常理解嘛 这是一个性向 没有人有办法 但是我们朋友开玩笑都会说 哎呀拜托 因为大家都想传宗接待嘛 拜托自己的儿子不要是同性恋 就好了 对不对 有时候朋友带一些小孩大家吃饭 哎有没有交女朋友 没有 哎你有没有交男朋友 我就问他 你没交女朋友有没有交男朋友 要讲有交男朋友就惨了 对不对 大家想说没办法传宗接待 倒不是说没有那个 就说没办法传宗接待 但是我讲这个东西 也不值得讨论啦 我开开玩笑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在一个 自由的国度里面 你要信什么宗教是你自由 我们有一些长辈家里都请一些外劳 现在外劳来照顾多数是印尼 印尼因为是回教的 他绝对不吃猪肉 你要帮他准备鸡肉或者牛肉 就这样 所以现在变成很多事情在融合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台湾 的第二代 我们现在的小孩 至少有八分之一以上 都是外籍配偶生的 他这是已经 社会已经变为这样了 你不能再用过去的想法去弄 那他们就是将来的台湾之子 他跟你讲台语啊 他跟你学国语啊 他读我们的书啊 进我们学校将来在台湾 我们的社会工作 然后等他成为 年轻人中年人 他就变成我们社会上 核心的一部分啊 各位朋友 这都在变 你也不能因为辐射 也不能因为宗教 也不能因为国籍 将来的世界是 越来 越融合的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交通进步了 所以 不要再有那么狭隘的东西 来讲东讲西啊 其实台湾的社会 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讲台湾的社会会有什么变化 这几年来一定是 走下坡 一定是退步 有没有办法再赶上来 就是你只要团结大家 不要弃把所有的心力啊 台湾现在所有有本事的人啊 他们的力量啊 我讲有本事不止政治人物 商业界 文化界 演艺圈 我们花太多的心力在政治上 台湾的这些政治其实是无解的 无解啦 我跟你讲 统一后独立都无解 你知道吗 他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一个潮流慢慢在走 最后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们所有这些脑袋最好的人 最多精英的人都把心思放在这一块 每天来讨论来辩论 那些东西是 无解而且没有意义的 你看文化界多少人 多少导演 多少歌手 哇 每天 骂中共 讲东讲西 哎呀 自己都怎么样 是吗 你讲那些没有用啊 人家想去的就去 你不想去的你就不要去啊 但是我觉得 把心力花在上面 让我们减损了多少竞争力 这真是我的肺腑之言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我懂 天气明天要变冷了 各位朋友 可能你今天看到最上很多人穿短袖 但是 天有不测风云 明天后天都会很冷 请多穿衣服 也请多运动 也有朋友传真来告诉我 小董你不要只叫人家穿衣服 要叫他们运动才会健康 每天至少有五天 运动半小时以上 到身上花乐流汗 对 但我知道叫人家运动是比较困难 很多人喜欢看运动 看别人在踢足球 一边看一边喝可乐 一边吃鸡腿 自己会看会胖 然后每天呼吁大家要健康 至少穿衣服是最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 新北的谢小姐写信给我 叫我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是我会的 谢谢谢小姐 那他也提到国民党 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大家对于国民党的失败 都觉得台湾会不会怎么样 各位朋友要有信心 民进党执政只是让我们更看清他 因为他过去躲在黑暗的地方 每天骂别人不好 这个不好 他有百分之九十几挺他的媒体 每天坐他的船身董 不顾是非没有黑白 没关系 我们就让他去讲啊 等他执政了 我们再来 那怎么这样 怎么那样 你这样幻规 对不对 所以也没什么关系 台北的刘先生 他也写信给我 他说他注意到两件事 路客减少 很多台湾的人民都觉得说 哎呀 最后被由台湾掌控 其实 他认为说台湾放宽放行 要多少就有多少 大陆有求台湾 所以只能接受 哪有这回事 当然 关键在大陆嘛 就台湾很多人民 每天骂共产党 然后等经济不好 又希望来更多路客 不能这样啊 各位朋友 然后 他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拆掉狗户 要把狗户的像拿掉 汇除狗户 那 当然啊 你可以看到了 蔡英文是没有讲什么 我们有时候看 很多新闻 他的杰作 你知道很多东西是假的 那你要听小董的节目 你也知道 小董 对新闻最敏贵 世界上很多事情在发生 在台湾媒体是不太报道的 你除了美国 总统在选举 大家看 西雅蕊跟川普恐怕要对决了 对不对 民进党 民主党跟共和党 哇 这两个将 都非常有看头 连川普这种人都会当选 我告诉你 台湾大概很少人像小董一样 看过川普的传记 我是看过的 我最近也把他拿出来复习一遍 这个人是 非常杰出的人才 非常杰出的人才 很会做生意 符合台湾人所讲的 哎呀 找最佳的企业界出来讲 我不喜欢他啦 因为他那种语言 但是我要讲 你要就经营生意来讲 他就是最符合台湾人说 哎呀 找张庄鹏来组阁嘛 找郭台雲来组阁 就是类似这种人 他为什么会受欢迎 因为他知道 民粹 现在在世界当当头 这种人 当总统当然 大家会讲说 会不会很危险 没关系 只要是老百姓 选出来了 就接受他嘛 世界上还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美丽宝贝 沙瓦 被验出了 有 禁要 他在澳洲要比赛的时候 当然 网球界大家也知道 他是大家知名的 大家所熟悉的漂亮宝贝 被淹出来 他已经用了十年了 非常震撼吧 其实 有时候新闻里面 你看到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震撼 但是 你也要用很冷静的心情 来面对 碰到事情 有时候 虽然跟自己所想达到的不符 就好像 你说 我又不投给蔡英文 他当选将来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办 大家在捅一条船 虽然我们没有投给他 他还是总统 他做的决策 还是会影响你 那你就怎么办 我小董 我不是很 颓尚的 我告诉各位 你就只能接受 协助他执政的没问题 监督他执政的没问题 但我们希望台湾更好 不是吗 今天谢谢收听